学生体验在防灾公园的取水站取水 内湖区公所结合公部门与民间各单位 选在内湖区的防灾公园大湖公园 举办防灾公园开设测试的教学观摩活动 现场布置了民众避难时所需的各类帐篷区与物资展示 让参加的民众了解 一旦发生地震灾害 大湖公园可立即开设为避难收容场所 在台北市12个区都有一个防灾的避难公园 那我们内湖区是因为大湖公园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公园 那它可以容纳2000多人来这边避难 每一个区都有一个避难公园 所以我们挑的这边 我们这边因为有用水还有灌洗都方便 所以我们设置的避难公园就在我们的大湖公园 那其实我们防灾公园的开设演练 最主要的目的是万一有地震来临的时候 有灾情发生 民众可以到这边来做避难 然后我们有动演了一些同仁 在这边设了一些收容组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做收容 那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包括如果有家庭式的 个人式的 万一里的家里面地震来的时候 有受到一些损害 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去做一个疏散的安置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 这是我们今天开设防灾避难演练的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万一灾情很大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开设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让大家知道 请问如果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就直接带着我的行李 直接跑到大湖公园 不行 因为当你自己来的时候 这边可能这些帐篷都还没有搭起来 那我们整个防灾运作怎么做呢 基本上大家都先在自己的里上 比较空旷的地方先避难 然后避难完之后里长就会开始查 原来我们大湖里 秀湖里 这边有多少人要需要收容 就会跟我们的内湖区公所回报 内湖区的指挥官就是我们的区长 他就会决定说 哇 这个人数这么多 决定要开设防灾公园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由公园处 公园处这边来这边开始搭设 很多的这些帐篷 大家眼前所看到这些帐篷 等到搭好之后才会通知 各位领导说 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可以过来 所以如果今天遇到大灾害的时候 大家直接过来 这边是没有开设 是要等到指挥官决定开设 才会有这些帐篷出现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们内湖区唯一的一个防灾公园 就是我们的大湖防灾公园 参加的内湖区各里里长 民意代表与各单位 也肯定内湖区公所举办观摩活动 提升民众的防灾知识与观念 那我觉得这个每年这样的一个演练我觉得很好 我们内湖区39个里长大家都来了 那最主要就是说希望能够在演练对可以万一 以防万一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好应付 那希望老天也帮帮我们 让我们住在这里的人都平安健康 因为我们大湖区就是在大湖公园的旁边的一个里 那我们大湖区基本上也长期受到这个水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们里内自己有成立一个自主防灾队 所以今天是一个防灾的演练 当然我们要来参与了解说整个这个防灾的过程的一个程序 避难的也好还是收容的部分一个怎么样一个程序 让我们的防灾队的成员也都能够了解这个部分 将来才有办法说来协助一些受灾的民众来做收容 做一些防灾的部分这样子 而我们内湖最近的防灾公园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大湖公园 那当然这个观念在现在的极端气候底下 那我们是需要一个人都要具备 那如果可能只有我们少部分人 可能专业的人知道的话我想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每位民众 每位民众都能够确实的知道我们要避难的时候 我们要遇到灾情的时候如何正确应对 当地震的时候学校会先到操场空旷地方来避难 那至于说要不要来这边避难的话 基本上还是以学校为优先 老师看得到为优先 除了说小朋友这时候已经放学回家 那当然就是由家长来带着小孩 然后再听从里长的指挥 再决定要不要过来这边 还是到学校本身的收容所 这个每年因为公务人员人事更迭 但是对我们社区最重要的就是防灾的观念跟意识 这些动作应该要借着一次一次的演练 让我们的社区居民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里长办公室 他们能够共同参理 才能够知道真的万里万里万里 有什么大的地震 或者什么大的洪灾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处所 我们要怎么样因应这整个一个灾难 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防患未来非常重要 那就靠各位平常的演练 非常感谢我们市府各单位的同仁 这个不辞辛劳 为我们市民在服务在做准备 那今天也有很多我们参与的里长 还有我们的可爱的里民们 这场防灾观摩用导览的方式进行 各单位也利用机会宣导展示 与救灾避难相关的内容 这个是很好携带 随时就是15公斤提着就可以走了 那如果说要整批的送也是很好 因为它是可以这样折叠折叠 一车就这样整个可以出去 那像这个毛毯呢 是70支的宝特瓶制造出来的 如果说有灾害啊 很方便啊 如果是冬天呢 给人家盖 像我们的那个消防队员 他们有时候去救灾的时候 像之前这个飞机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什么河啊 激动河那边是不是 他们上来不是都是很湿吗 都很冷吗 那我们就是有这个毛毯 赶快给他们先保暖 在不管哪一个区域 那个水有时候都是污染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清水的地方 不用热开水 只要白开水 然后有碗 然后就泡一杯 然后就带时间长一点 它就可以当做白饭吃 那我们今天大家来参加的是一个防灾的演练 那如果说真的发生灾害的时候 房子有倒塌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任何问题 有税捐上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寻找纳保官的协助 因为我们纳保法里面 有设置了一个纳保官 那有任何的争议或者是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寻求纳保官的协助 那税捐激增法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也有修正了 那修正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就是 每逾两天加增1% 就是缴纳期限届满 如果还没有缴的话 那要加增制纳金 以前是每逾两天加增1%的制纳金 那从去年12月开始 等于说从今年1月1号开始 那每逾三日再加增1%的制纳金 所以那个制纳金的征收最多到10% 那以前是征收到15% 这场防灾公园的教学观摩活动 内湖区公所结合各单位 动员超过200位人力 希望防患于未然 透过实地演练与观摩 不断强化灾害的防救应变能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